今天我们开始动工甲鱼塘了哈 昨天把上面的鱼啊都听了一下哈 现在留下来的都是一些小鱼小虾 上面这鱼塘啊小鱼啊小虾特别多 刚好这两天晒晒糖哈 这挖了一条沟 挖了将近有二三十公分身吧 二十多公分身应该有了 这个底巴差不多有四十米 然后买这个塑料网啊 然后围一下 本来想买那个铁丝的啊 铁丝的成本太高了 这个塑料网也可以啊 我们也问了这个专业人士哈 也了解一下 看着别人养鱼的视频之类的哈 这个这个网也可以 可以用个三到四年吧 这个不用担心鱼会咬断哈 咬不断的哈这东西 这东西也挺结实的 用瓷砖的话成本太高了啊 又累 搬几百块瓷砖就累死 就用这个哈 养个千把这鱼吧 这些水哈 上面这鱼塘太小了 养鱼的话 压根就没点利润了 两个甲鱼试试啊 一年不要这么多了 只要放一千只甲鱼 活了一半就可以了 能活到五百就不错了啊 对 多少也能这个几千块钱 三年后大家要吃甲鱼 来这边支持一下 反正我们这两个鱼 小鱼小虾比较多哈 来试试 我们每一个不走都请教过老师傅 那边看准备 现在简单把这个围网固定一下 等一下我们再好好地给它加固 按照养鱼的标准 上面还要完成这个九十度 一定要达到国标 我们这个长桃网 能保证万无一失吧 不能 都说甲鱼会打洞 让它打嘛 反正我这三米的提拔 它能打穿就让它打 打穿后下面还是我们的鱼汤 让它打 不可能 甲鱼能打穿三米的提拔 有点不幸哈 不幸 我看别人养甲鱼 也不一定是水里吃的 也是这样的鱼汤 你说万无一失应该做不到 跑一长只不要老街巨滑子很正常 让它们跑 跑了还是在我们这个山康屋 试一下吧 反正我们也不是指望养甲鱼发财 看看能不能增加一点年收入 我试一下 咬得断吗 应该咬不断吧 这个纸挺结实的 像你咬不断的话 我感觉狗也咬不断 吃饭中午了 提拔这边就这样围 吃好了 下午把它吐一下 然后把这边上面 折一下斜一下 就OK了 先吃饭吃完再干 咪咪啊 咪咪啊 你怎么来了咪咪啊 赵公公 你吃饭了吗 吃饭了 咪咪 哪怕吗 吃热肉吗 热的 这是我昨天晚上特意给自己留的那个鱼洞 相当过瘾 小声汤 这是昨天晚上我特意留给自己的 萝卜炒肉 萝卜炒肉 猪吃的可怜是吧 生菜啊 天吃萝卜青菜烂叶子 先把菜放在里面 等我搞着一点饭热一下 嗯 好吃 可以移动 过瘾 看吧 这个真的很过瘾 哦 好吃吧 今天那米好吃 咪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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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白饭吧 九度饭吧 啊 继续干活 我这忘了 埋一下 埋了 又十五公分吧 底下 将架十五分 这左边埋一下 右边埋一下 这网子 就不会往一边倒 我们是施养哈 看能不能行 你不要去搞了什么 水泥池啊 那成本太大了 甲鱼塘里面 我们套养了一些鲤鱼 这鲤鱼会产组哈 里面还有很多虾 王宝鱼 看今天通明不 万事开头来了 一天太热了 一天比一天热 修这么好啊 按照国际标准修的 可以 现在这个网哈 一下都买好了 现在把上面呢 给它搞斜一点哈 不能垂直 不然甲鱼真的爬 把爬都翻过去了 搞斜一点 它爬着爬着爬着 爬着爬着 它就翻不过来哈 打个洞 穿一下铁丝 插在这个洞里面 插进去 一弯 诶 它就穿个斜坡 休息一下啊 坐一下猪 这个维的将近有 三分炸了吧 有 不止 抄了什么呢 马上就围完了 还花两个小时就围完了 围完了之后 我们再去去 买假鱼苗 这两天天气太热了 你看 两天干下活就晒得趋于黑 那到了六月份 七月份八月份怎么办 现在凉快 赶紧把要 把干干的活干完 苦力活都干完 到热点子 我们就是除了喂下鸡 喂下鱼 啥事也不用干 喂下鱼 对就睡觉 就睡 看这两道猪 你看大石头 这多开心 混蛋 小石头二号 前两天 大石头把它腌了 现在你看 生动活虎的 给它上去消炎药 烤得很 这个猪挺喜欢吃这个青菜 好白菜都被猪给拱了 吃的精精油 小石头一号和二号 接着干 马上完工了 这个水啊 就会涨到这个位置左右 然后就上面了 全是给甲鱼休息的地方 要晒背 甲鱼要晒背 不晒背也容易得病 哎呀 这样就铲到手都起泡了 还有两三个小时就完工 接着干 天黑了 做饭吃